今极乐诸菩萨 居文殊大肆之智德 寥寥见自行 故为最圣佛天 看守一切人天之供养 这一段经文讲到佛天 人活在这个世界 不能为佛报 佛报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修来的 为什么可以修来 因为他的因是信德 自信里头本来有 迷失了自信就丧失掉了 所以要觉悟 觉悟就把信德找回来了 就这么回事 人不能没有智慧 智慧跟佛德 全是自信里头有的 我们中国老祖子 很早就知道 最冷语里面记载着 我相信那不是孔子说的 父子是神人 绝美望远 他老人家说他自己 这一生做学问的态度 他是 数而不做 兴而好苦 这两句话说的好啊 圣人给我们做榜样 数而不做呢 就是说明 他一生没有创造 没有发明 是个很普通的人 那么他自己所学的 所修的 所教人的 所传道后世的 全是古圣鲜鲜的教会 他只是数说而已 就是没有创造 对古人 信而好苦 古圣鲜鲜传下来的东西 他相信 他一点都不怀疑 一交奉献 而且非常欢喜 这是父子一生 成为圣鲜的大德了 那么现在人都喜欢创新 能不能创出新东西呢 能 创出什么新东西呢 是稀奇古怪 违背信德 其结果呢 就把世界搞乱了 把地球搞成这个样子 那圣鲜 是不是智慧 能力不如我们呢 不是的 他们非常聪明 那近代 三十年 不长啊 近代这些科学家 特别是物理学家 研究量子 研究宇宙 他们所发现的 我们读他的论文 他所发现的 完全是中国古人呢 都知道的 都讲过了 而佛经讲得更详细 我们在想 为什么他们知道 主不能不承认 他们有智慧 智慧从哪里来的 论语里头 福祉说过 人性本善 这个善 不是善我的善 而是什么呢 人性呢 它什么都居住 人性里头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端能 有德行 有能力 有圆满的向好 向好是我们 现在人讲的佛宝 他都有啊 佛承认 道也承认 中国如是道三家 对这个问题 都是非常肯定的态度 所以我们再次顺开 我叫你 我叫你 是